第二届上海杯象棋大师赛第四轮的精彩队局 由红方外星人王天一对阵黑方象棋大师徐宠峰 开局选择先止路 黑方距平局 红方选择飞象 黑方跳马 王天一马跋近期 黑方选择平风马 红方选择直接跃马 黑方抬起横距 准备要平距抓马 所以黑方收一个视角炮 不让黑方平距 红方此时选择战类 红方抬起横距 黑方也抬横距 形成霸王距 这个局面下呢 常见的下法啊 一般选择跳个正马呀 或者走一些其他啊 居九屏八也有可能 那么实战当中呢 天一特大走了一个炮二平四啊 这个下法呢 还是相对比较少见 形成了两个视角炮 属成瞪眼炮 那走到这呢 黑方选择外马 红方出马 黑方补象布防 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的选择比较多啊 那么天一特大呢 没有选择直接出击 或者是横距 而是呢 直接补视 体现出天一特大呢 准备先把自己的阵型 巩固好啊 慢慢呢 再考虑出击的问题 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 炮二退二啊 也是非常符合 起理的下法 因为面对红方 出击的威胁 先把炮退回来 将来还可以炮二平三 相当不错的下法 红方呢 此时选择炮四退二 先退回来 这样的构建了一个 非常好的 马炮的阵型 此时呢 黑方选择炮二行平三 也是必然 下不棋呢 就是要威胁进鞠 吃马 红方的马呢 没有前进的好路 所以呢 天一这里选择 兵三进一 双方把兵对掉之后 红方不仅活马 而且呢 不让黑方 有进鞠抓马的手段了 那这个局面下呢 我们当时研究啊 黑方有以下三种走法 除了鞠一平二 非常不错 可以锁住红方 九路鞠以外 还可以考虑直接对足 那么实战当中呢 徐大师选择 鞠六进二 确实呢 也是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当然这步棋呢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先靠住啊 这里呢 将来再组五进一 手术自己的阻林线 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红方呢 选择落相 也非常稳 黑方只是组五进一 我认为呢 不如考虑鞠一平二啊 能够锁住红方 具五平八的路线 但始终黑方不这么下 可能呢 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么现在呢 黑方选择组五进一 那么红方呢 就当任不让啊 既然你不出局 锁住这条线呢 我就抢心 先把这个线给站住 此时呢 黑方选择甩鞠过来 也用处不大 因为呢 红方随时可以平炮打你 所以呢 先把这个三足挺起来啊 把自己的这个弱点呢 先给解决 也是非常得当的好奇 红方吃 黑方没有选择用炮打 那这个炮呢 留在底线 对红方的底向呢 形成远程的威慑 也非常的理想 所以呢 黑方选择用巷来飞 红方此时呢 选择拱编族 准备将来呢 继续拱编兵 去捉马 通过连冲编兵 大开局的方式呢 把这个一路区杀出来 这也是红方呢 最后的一个弱点 那么走到这里啊 黑方呢 经过常考 走了一个炮三进一 哎 非常不错 如果红方这个时候呢 按照计划冲过去 黑方就可以平炮 直接呢 将红方给牵住 那由于呢 黑方这边有两个炮啊 能够锁住红方的一路区 这里红方呢 要吃亏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呢 不能再冲兵 所以呢 走了一个平炮啊 这里呢 直接去打一下马 逼黑方落向之后 那就可以把这个炮给对掉了 那么黑方的三路炮 一旦被对掉 这个兵呢 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冲上去 现在黑方 如果选择用八路炮来顶 虽然说呢 也是可以扛住红方 这个边兵的入侵 但是啊 由于呢 八路炮躲开之后 这条线呢 就没人看了 所以红方呢 就可以走锯一平二了 这跟刚才呀 用三路炮来顶呢 有本质的区别 那走到这呢 黑方没有办法 只能呢 把马退回来 这个局面下呀 应该说呢 比较常规的思维 是锯二进七 直接抓马抢先 那么黑方呢 就马锡进五 红方呢 再做长远的打算 那么有一个会合兵呢 考虑把兵横出来 慢慢下 这个呢 是比较符合地球人的思维 但是王天一呀 他是外星人 他跟我们的思维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呢 走了一个马三进一 这步棋非常的好啊 下步棋呢 准备把马跳到向尖 踩局抢先 应该说呢 是效率极高的一个下方 我们也学习到了 那么走到这里啊 黑方如果贪吃兵 那背红方进马抢先呢 并不划算 所以呢 那徐守峰啊 也是先把鞠抬起来 那既然你要上马踩我呢 我就先做好一个防御 同时呢 抓马是一个抢先 红方选择跳上去 黑方上马 那拘抓马 红方马踩中毒 黑方呢 再把这个兵消灭 红方呢 再把马跳上来 那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 应该说是红方略优的一个形式 黑方此时选择跃马 如果红方这个时候选择去挂脚 那么黑方平拘 红方再退马 这个局面下呢 应该说也是红方好一点 但是呢 好的也不多 黑方呢 毕竟啊 阵型还是比较坚固 红方的子力呢 相对有一些散 那么实战当中呢 天一特达呀 也是选择了一路马三退四的好骑 这个时候打狙 黑方的狙呢 只能躲 红方再选择退马 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型啊 这个阵型啊 极为结实啊 黑方呢 难以对抗 走到这里呢 黑方也非常的好 走了一个G3进2啊 在这种局面下呢 表现的极为顽强 锁住自己的足连要道 不让红方的G呢 来入侵 现在呢 两个G一个炮 把这一条线呢 牢牢的看住 红方虽然说固热金汤 但也很难呢 向前一步 走到这里呢 红方选择平炮 先瞄住黑方的起路线 那黑方呢 先退一步 准备呢 下不齐 要马九进八 准备威胁 红方的向前马 下得非常的得当 那将来呢 一旦大量对子啊 红方的优势呢 也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了一个 炮三进一 非常的含蓄 七一呢 这给这个左鞠呢 剩一个根 那么其二呢 就说将来啊 如果你上马 我准备进去别中你 那么你炮下底啊 不是将军啊 没有你这个先手在这里 所以呢 下的也是非常的含蓄 等待你黑方 看你黑方走什么 此时呢 黑方按计划跳上来 红方呢 就进去顶住 那这个时候你炮下底呢 就没有任何的威胁啊 那黑方呢 选择把马退回来 哎 形成一个顶牛啊 非常有意思啊 双方的四个马呢 现在形成了一个对称啊 都非常结实啊 那么差别就在哪呢 差别呢 红方中兵 黑方是编族 红方呢 仅仅是这么样一个优势 且看王天一啊 如何把这样一个小小的优势呢 把它扩大化 走到这呢 红方先抬一手鞠 这里非常关键 先把这个看起来没用的鞠呢 抬到自己的兵线 将来呢 准备把这个黑方的鞠赶走之后呢 再把中兵冲起来 那么红方的鞠呢 位置就变得非常好 将来呢 在鞠八平五 这是长远的一个构思 大家可以多多体会啊 顶尖高手 像这种思路和韵子的思维 对我们提高起义啊 非常有帮助 此时黑方没有什么起好下 只能呢先行补视 红方选择平炮 目的很明确 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 准备浸泡打鞠 把这个鞠赶走之后呢 中兵再冲起来 那么这个鞠啊 就占据好位 将来鞠八平五占领中路 准备冲上去 黑方一看啊 这个鞠也站不住了 果断呢先行退让 红方呢 直接啊就选择冲兵 黑方选择平鞠 不让红方继续冲兵 也是显而易见 如果让这个中兵冲上去啊 大摇大摆的去抓马呢 黑方肯定就招架不住了 此时呢 红方鞠八平五 以上红方这几步棋的一个运子啊 为后来的胜利 突破黑方的防线 应该说呢 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黑方抬鞠 继续不让红方兵武尽异 这个局面下呢 天一特大选择了一部平炮 先瞄住 也有等待的意味 这个时候啊 黑方注意 是不能选择踩中兵的啊 如果你选择踩中兵 红方直接吃马 这个鞠黑方就丢死了啊 如果你选择吃我的鞠 那我吃你的鞠 显然你简单丢死 那有的勤迷说 我这个鞠有根呢 那我为啥不吃你中鞠呢 好 你吃我中鞠 我也吃你的相间鞠 由于啊 你的鞠在我的嘴里 你吃我的鞠 我也吃你的鞠 你还是要丢一个子 那如果你选择吃我的马呢 我就吃你的炮啊 这个鞠很巧 正好呢 你有个炮在这 我可以宰了你 那你吃我的鞠 我还吃你的鞠 黑方无论怎么下 这个鞠啊 都是要丢子的 所以说啊 这个鞠走到这呢 由于有一个四鞠见面 哎 那么黑方呢 是不能踩中兵的 这个鞠走到这呢 黑方可以考虑炮举进一不错啊 先瞄住中兵 双方相持在这呢 哎 红方呢 也不好进去 实战当中呢 黑方选择的是对局 虽然说呀 可以对此讲话局势 但是啊 红方的中兵呢 就被放过来了 这样的红方 大摇大摆的冲过去啊 这个中兵呢 一旦发挥威力 黑方呢 就不太好处理 实战当中呢 选择对调 对调之后呢 黑方可以考虑炮一平八啊 相对呢 也比较的顽强 实战当中呢 这个时候选择了一个平炮啊 红方退居呢 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棋呢 应该是实战选择了平炮 那么红方呢 就走了一个炮一平三啊 描住了黑方的这个相见嘛 我认为啊 本局棋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在这个时候 应该说前面 徐宠峰顶得非常好 虽然说现在有一点吃亏 但是呢 亏的也不多 顶一盘和棋的希望呢 还是大大底 但是啊 走到这儿呢 黑方实战选择了退马 并不理想 我认为比较不错的下法呢 是炮八退二 炮八退二呢 准备将来平炮跟你对打 那么一旦再对一个子啊 由于你红方没有物质基础 这个请你想赢呢 就很难了 如果你现在选择冲 我可以先落相 不给你一个兵 换两相个机会啊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我的鞠啊 没有动 给这个马呢 生着根 我的马呢 也不会受到你的鞠兵的威胁啊 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黑方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去抗衡的啊 红方略好 但是不好赢 那么实战当中啊 黑方没有选择退炮 而是选择退马 这个旗啊 就不太理想了 选择退马之后呢 红方兵武金一冲 现在要抓相 如果你选择去躲相啊 如果你选择去躲相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平兵抓马啊 平兵抓马 你黑方呢 也是招架不住 那么底下还漏着 所以说啊 这个旗啊 就非常难走 那么黑方呢 此时选择平炮 也算是顽强的走法 红方呢 就直接选择躲炮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落相呢 也不理想 因为呢 我红方横兵 这里呢 就能看出来黑方退马的一个坏处 这个马退回去之后呢 被红方的兵呢 去利用 这里呢 你只能选择退 那我再选择马三进五 将来呢 这边挂脚要威胁啊 下底炮呢 又有这个炮二进四啊 等等一些手段啊 那么红方这个过河兵啊 应该说呢 对黑方的威胁呢 太过于巨大 黑方这个棋想守住呢 就很困难了 而且阵型已经散了 所以说啊 走到这里呢 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黑方没有办法了 只能选择退居 这里呢 红方就一个兵换俩项啊 基本上呢 在这种局面下呢 黑方扫两个项啊 就很难守住了 实战当中选择平居 红方一躲 黑方拱编足 红方抬炮 准备摆中炮 黑方没有办法呀 只能过来防守 那按计划一摆中炮 黑方扫老将 红方呢 把军拉过来 黑方占领累盗 这个时候呢 红方僵一下 再退回来 准备平炮 将来呢 具一些赵僵的手段 那黑方呢 选择退回来 红方呢 这个时候天衣特大呢 体现出顶尖高手的一个细腻 我先把你的鞭卒呢 给干掉 慢慢跟你下 这个棋啊 你捎两个项呢 是守不住的 黑方此时呢 选择回马 红方呢 回马登 黑方只能躲 这个时候 红方把炮拉到 拉过来啊 瞄住底线 利用对方呢 这样一个不利的阵型 少两个项呢 这个炮啊 随时底线呢 是一个很好的进攻点位 黑方这个时候 用炮来顶 红方呢 就跳上去 你来顶我呢 我就把马退回来啊 那继续调整位置 红方现在 鞠马炮的位置啊 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做个位最后的总攻呢 已经是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候 黑方平局顶 红方呢 直接平局叫杀 黑方跳马 红方顺势呢 把马跳进去 将来平局呢 刚才这个平局 不仅是叫杀 掩护自己的马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这个局面下呢 很明显 红方准备要马七进八 叫江了 那么一旦叫江啊 黑方叫防不住了 所以呢 黑方实战 选择了退炮 这步棋呢 也是最后的败招 以为呢 退炮是能够防住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王天一 最后入局 是如何操作的啊 也是非常的精彩 这个时候呢 先跳马 直接送马一将 你黑方只能吃 那我禁局一将 再一将啊 这个时候你不能下降 你下降呢 我扔底炮就死齐了 你只能选择上来 这样呢 我退局一将 再把这个马一吃 得灰狮子的同时呢 把这个炮也给捉死了 这样呢 黑方的马炮呢 全都掀过阵王 如果你选择平 我再平局 那这个炮呢 就被活活抓死 那走到这儿呢 徐崇峰一看啊 炮丢了 人家拘炮 拘双势呢 是无论如何 也守不合了 只能呢 选择了头子正负 这样啊 王天一呢 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 是好取三胜一合 提前一轮 锁定了小组的冠军 与郑为头 两人呢 应该说呢 是并驾齐驱 非常强势 提前一轮 锁定了最后决赛资格 我们将在后天的下午当中 给大家直播 王天一与郑为头 最后决赛的巅峰对决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 谁能是最后的冠军